砲彈是從這邊撞到這裡 然後打到這邊再掉下去 宜蘭賞金船人員還原二十號 當時一次遭到砲擊的過程 業者指控是因為受到演棋的影響 軍方還有來坦誠疏失 軍備局長林文祥在立院背巡時 還說船隻可能是被漂流木打到 全然經過財政送驗後 國防部三十一號公布檢驗結果 國防部強調從報告上顯示 船機上並沒有驗出把彈成分中的T 代表炮彈並沒有碰觸到船身 國軍射擊破砲沒有擊中賞金船 賞金船業者表示還在了解當中 對於當時外界質疑賞金船 疑似進到射擊安全管制區 軍方澄清比對海巡海軍的雷達軌跡 顯示船隻並沒有闖入管制區內 賞金船一次遭到砲擊案 現在大逆轉 國防部提到會在拿檢驗報告 跟業者說明 聖內新聞旁國內黃振傑 一旦暢報道